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一个广告片段中推广着自己出版的末日存活体系 教导人们如何做好准备迎接末日 教学内容包括如何囤积食物 弹药 工具和医药用品 甚至还教人挖水井 种庄稼 养生畜等等的技能 原来牧场老爹在末日前就是搞这一套赚钱的 回到当下 居民们正在为捷克死去的青梅竹马举办追悼会 死者的母亲华中带刺 说他是为了保护外人而死的 这里指的自然就是麦麦一家人了 竟然焦点都在自己身上了 麦麦顺势站了起来 向牧场里所有的人自我介绍 并提到自己也在这一起事件中失去了老伴 此话一出 居民们不免有一些动容 从而将怨气转向了对直升机开枪的敌人 作为领袖之一的捷克立马安抚居民 承诺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可这种温和的说法并不足以平息众怒 这时就轮到特洛伊发言了 他的应对方式就简单粗暴得多 血债血环 这样的强硬手段显然更得民心 两中帝之间的领导风格就在这里展露无遗 一个对人性充满着希望坚持做对的事 另一个则独断霸道赶尽杀绝 而我们都知道 末日中哪种风格更为实际 午饭时间 麦马和艾莉莎 又遇到居民们冷嘲热讽 说他们是蹭饭的 看来眼下当务之急便是尽快取得居民们的信任 否则这个地方绝对待不下去啊 机会很快就来了 一名女孩热情地邀请艾莉莎参与社区基督教会活动 尽管白办不愿 艾莉莎最终还是接受了邀请 吃完饭的麦马回到房间 赫然发现特洛伊躺在床上正在等着她哦 哦 不要想歪 她只是前来炫耀 说她看穿了麦马在最讨会上的那番言论 根本就不是出于悲伤 而是为了博取同情 特洛伊认可麦马的生存本能 因此之前在军事基地才会选择不杀她 然而她却不认可尼克 甚至还语待威胁地说要弄走她 这就与麦马杠上了 这里有趣的是 在离开前 特洛伊被麦马命令去整理她弄乱的床单 结果她还真的是乖乖照做了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恋母情节吗 话说啊 尼克全程不见踪影 原来她一直陪伴着爱人露西 此刻的她陷入两难境地 露西始终无法原谅同伴被特洛伊屠杀 因此朝着要离开 但问题是 麦马却决定死赖在牧场 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加上充足的资源 外面根本就找不到更好的避难天堂 麦马当然也明白尼克纠结的地方 于是下了狠话说 如果露西坚持要离开 倒是真正要做抉择的也只有尼克一个人而已 因为除了她以外 所有人的立场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麦马要死守牧场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哦 她随即来到牧场老爹的办公室 威胁她管好儿子 否则就让特洛伊把活人当实验的事情公告天下 倒是这里的善良百姓可不会轻易放过她哦 听完 牧场老爹始终一脸淡定 只是吩咐杰克给麦马看看 早前我们在片头看到的广告片 让他对牧场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与此同时 杰克则跑去郑重地警告弟弟特洛伊 不要再骚扰卖卖卖一家 有没有听进去这不好说 但话说回来啊 两兄弟的性格还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 其实就像极了艾丽莎和尼克 一个模范学生 一个我心我素任意妄为 经历了一堆鸟事后 艾丽莎的思想早已变得更加成熟 关于去留的问题对她根本没差 反正到哪里都一样是地狱 那干脆选个地方定下来好了 艾丽莎厌尸的感言不禁让尼克心深感慨 妹妹在这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随后艾丽莎硬邀来到所谓的基督教会活动 一帮青年将她带到神秘阴暗的地下室 诶 又不会是老套霸凌新人的环节吧 反反没有想到啊 他们只是假借教会活动的名义 聚集在这里喝酒吸大麻 最屌的是 他们还藏有一只行尸当宠物 一边吸麻 一边看着行尸的头颅 这大概会是全新的享受 简直是4D啊 相比正经八百的圣经朗诵会 艾丽莎更能融入这样的休闲活动 然而啊 从观念上来说 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偏差 这一帮人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险恶 特别崇拜特洛伊的能力 也相信她是社区的守护者 而随后被问起是否杀过人时 艾丽莎如实回答 假的在场所有人一脸懵逼 呃 也有可能是因为吸了大麻辣 与此同时在麦玛这一边 他细细研究广告片段的幕后花絮 结果发现 当年牧场老爹有个酗酒的第二任妻子 也就是特洛伊的母亲 而杰克与特洛伊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怪不得性格相差那么大啦 话说啊 当年特洛伊的母亲因为酗酒成鼎得了病 后半生全由特洛伊一个人照顾 这或许也就解释了 为何他行为如此恶劣 但牧场老爹却还一直放纵他 好的故事来到黑男这边 话说啊 他开着跑车四处闯荡 来到了一个大水坝区域 外面有大批难民带着物资前来 想必是想要换取水源 不过黑男要的不是水 而是求见一名老朋友 这位光头男与黑男认识多年 也是曾经的生意伙伴 他在末日刚刚爆发的时候就意识到 水将会是新的货币 于是一早就占据了这个大水坝 整一人的头脑果然就不一样 只是俗话说 商场无朋友 黑男要想在这个地方留下来 真的只是靠关系就行了吗 画面一转 黑男被带到水坝的最高处 准确来说更像是个刑场 在这里啊 光头男就是王法 而被丢下去的这个人 据说是个专门压榨穷人的毒贩子 从前的法律制裁不了他 如今只有光头男治他 一种自己当上帝的概念 底下一堆不能行走的行尸 目测有几百只 全部都是他的杰作 可泛泛没有想到 黑男竟然是他下一个受害者 刚刚的嘘喊温软 全部都是演戏 在光头男的眼中 黑男便是一个贪得无厌的美国人 甚至怀疑他与富豪在一起 是另有目的 靠北哟 你就这么的妒忌爱情吗 死亡当前 黑男不惜放下姿态求饶 表示自己可以出谋划策 为他扩大水源交易的生意版图 就这样 黑男沦为了接下球 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一名好心人拿了一瓶水 放在窗边给他 定睛一看 竟然是丹尼尔2.0 当时他不是烧死在庄园里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好了画面回到牧场 夜晚时分 特洛伊特要尼克一起去抓野猪什么的 这很显然是精心设下的一个局 到底是为了试探尼克的实力 又或者是打算直接干掉他呢 心机如焚的麦妈 站在篱笆旁等候儿子的归来 早上才对尼克说了一番狠话 可内心终究还是担心不已 这不就当父母的日常吗 牧场老爹对特洛伊何尚不是如此呢 他带着麦麦来到地下室 只见这里储存了大量的资源 粮食 军火 什么毛都有 这使他们全家有了一个明确的使命 那就是建立新世界 新文明 从前牧场老爹亏待过特洛伊 如今正好是他能发挥所长的时候 因此才会特别纵容他 也算是一种弥补 怎么说来呀 特洛伊和尼克之间的共同点 比想象中还要多呢 话说此刻的他们势不两立 特洛伊发现落单的尼克 想说来个偷写 殊不知却遭到实战经验丰富的尼克 反打一波 直接将他扑倒在地 可慢慢没有想到 枪口下的特洛伊始终无所畏惧 还准确地计算出自己施化的时间 并要求尼克杀自己后 把时间记录下来看看准不准 实在是有够犯贱啊 就连狂人尼克都忍不住直呼 你到底有什么毛病 不过也由此可见 特洛伊杀人还真的是纯粹为了做实验 而不是践踏生命 这下尼克反倒不想杀他了 反而想到更好地惩治他的方式 那就是 斯拉他最珍贵的实验室记录笔记本 本以为特洛伊会崩溃发疯 不料他却对尼克说了一句 我想我们可以当朋友了 看来呀 他大概是从疯狂的尼克身上 看到了自己吧 只能说 疯子的世界真的是很难懂啊 第二天早晨聚会时 牧场老爹向居民们宣布说 负责调查直升及袭击事件的队伍 不幸失联 至今下落不明 因此需要自愿者出外执行搜索任务 就在这时 麦妈居然举起了手 很显然啊 他就是想要借助这一次的机会 证明实力 建立形象 到时看谁还敢怪蓝 故事的最后 与其跟女儿共餐 麦妈坐到了特洛伊的身边 为他铺上了餐巾 就好比一个母亲照顾儿子一般 而这一集就这样结束了 这一集的节奏 相对来说确实比较慢 主要是交代了 牧场老爹一家人的背景 虽然剧情没有什么大起大落 但却获得了不少好评 特别是麦妈的部分 现阶段的他理智和智商都在线上 一点也没有浪费时间 便展开了一系列心理战 其中最明显就是对特洛伊的拉拢 在末日前 麦妈便是一名高中生的辅导员 因此特别了解青少年的心理 当他得知特洛伊从小失去母亲后 便以一个母亲的姿态对待他 包括在餐桌上为他铺餐巾 甚至命令他整理好床谱 而这也仅仅是个开始 为了取得居民们的信任 他更是选择在众目睽睽之下 举手自愿参与危险人物 这下还有谁敢对他靠北呢 与此同时 天生具有领袖光门的爱丽莎 在圣经聚会中也满受小伙伴的喜爱 完完全全融入了他们的队伍 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少年 大概也会被爱丽莎潜移默化 引导到麦妈想要的方向 至少暂时看来是这样啦 但愿爱丽莎不会被反洗脑什么的吧 一如往常的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 依旧是尼克 他与特洛伊原本互相赌揽 看对方不顺眼 殊不知当疯子遇上疯子 两人竟然变成了好马鸡 实际上这其实也没有太出奇的 毕竟他们都是家中的所谓坏苹果 也就是外人眼中的怪咖 所以称得上志同道合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 本以为丹尼尔会在庄园葬身活害 殊不知竟然会出现在光头南的地盘 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些人可能会误解 那是黑男在绝境中的幻想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啦 黑男无端地幻想这个丹尼尔搞屁哦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喜欢解释的话记得点个赞 还有订阅频道并且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bye